欢迎收看台湾顾问团 军公教根本就是在反改革 只是现在看来这个公平正义 似乎变成了阶级对立 而当初的改革似乎也有可能翻盘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令人忧心的是 马政府呢还在犹豫不决 还在摇摆不定 那么在一片现在节流的社会气氛当中 这个立委更是大刀一挥 那么拼命的在砍山预算 如此一来就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了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人民还是无感呢 在这个删删剪剪当中到底删了些什么 有没有哪些钱是删不得剪不得的 这都是我们今天呢 要一一跟你一块来讨论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除了节流之外 那怎么做开源呢 包括了现在还传出整个木兵制 有可能也要跳票 因为没有经费 好那么从这个改革一直演变到内耗 这个台湾目前还剩下什么东西 是可以来自夸的呢 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这个大陆的商务部长陈德明呢 他就直接批评台湾的交通建设非常的落后 好我们这个听起来当然是很心酸了 那究竟是谁要负责 那么马政府要如何带领台湾 要怎么样的走下去 我们都非常欢迎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那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顾问友 我们欢迎的是这个国民党立委蔡政委员蔡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国委员 大家好 好以及我们资深评论员周玉寇 大家午安 以及我们的这个时事政治评论员 郑诗成 郑大哥 请问好 大家午安 好我们看到呢 目前呢正在审的就是中央政府总运算 只是说就是立委诸公们在这个自攻之后呢 感觉起来好像大刀一挥 那么砍砍砂砂直接砍了很多 删了很多 但是这么一砍一删就已经实现了所谓的公平正义了吗 好究竟这个是不是立委诸公们正在冲业机 这个提案爆料的情况下 我们也为您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 好先来看看我们这个手版 这个砍预算冲业机是首先拿教育开刀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教育相关的预算其实是砍的最多的 好包括不管是洞或山的预算部分 在教育部门提的大概有600多项 而文化部呢也有400多项 那么只是我们发现这当中也有一些现象 就是说在这个提案内容发现 呃一字不差相似度九成的啊 包括了像是在这高等教育里的私立学校教学补助 民进党的林淑芬林家龙正义军 还有许志杰邱志伟等等 他们提了四个说明 那么数据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提案 而其中三个提案的删减额度通通都相同 好那么当然对此呢这个国民党立委吴玉生说已经有挑灯 夜战好几页的准备了啊 但是这个国民党立委陈学舍呢 他却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提案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好那么在绿军方面来看到是蔡奇昌民进党团的书记长呢 他说绝对不会为山而山 好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立委段一康 他也认为说这似乎已经有一点点是重量不重值了 好他也坦言说确实有立委刻意冲高提案的数量来做业绩 好我首先直接请教的是我们的这个蔡委员啊 目前看来是这样做业绩可是有些业绩做不得啊 包括了说说砍这个教育部的预算的话 这每一分钱砍的是合情合理吗 我们知道从这个教室砍完之后砍到了学生 那尤其对于新兴学子下一代的教育来说 其实有些钱似乎是省不得的 我们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需要开源截流 这是全民的共识 但是回应到立法院里面来 我们把一些没有生产效率的没有必要的一些费用 一些积极在删砍当中 那中间当然有一些出现一些离谱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委员同仁啊 他砍预算的项目 事实上他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很多 就是几个助理啊 就抄那个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案子 就每一个人就抄我们 像我们今天我今天早上在财政委员 我们在省预算我们就发现到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案子几乎雷同 比如郭正亮也提 财政委员也提 郑思诚也提 周里寇也提 发生案子大同小益 原理是吧 大概每一个助理都去抄 交到立法院 那为什么会冲提案数呢 因为我们有个什么都联盟的啊 他每一次看立法委的绩效 就看他都督 应该叫武都督吧 看你的数目也不管他内容也 那每一个人要讨好这个 这个什么公都督 公都督其实是吴淑珍设理的啦 公都督讨好他 发起人是吴淑珍 发起吴淑珍 所以要讨好这个团体 就故意去冲数量 完全离谱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立法院 下一步要检讨的对象 像刚才提到教育委员会里面 我跟你讲三分之后都相同啦 都超来超去啦 这是很丢脸的事情 不过被你们吐光了 我们谁真是不好意思 那删卡的所谓的 私立学校的补助预算 在立法院的预算中心里面的确有提到说 这些补助项目到了私立学校去可能有名死不符的情形 但是我们可能这个名死不符 我们把它检讨的名死相符就好了嘛 对不对 因为私立学校的确说相对来讲 我们很多统计报告都显示 私立学校的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平均 我讲平均 平均数不如公立大学的学生的经济家庭收入的状况 所以我们多多是要给私立学校多补助一点 那如果私立学校真的没有名死相符的话 那真的学校该打屁股吧 那你不能说因此 就一定要把那种预算给砍掉 我想这个我们立法院要做得更精细一点 不能丢给助理 提案充数 那这样下一次说要砍立委的这个经历 可不可以砍了更多了 好的确刚刚这个蔡委员也提到 就是在要提案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太多 那么你也坦诚是确实在充业绩啦 可是这样看一下来 其实这真的身为民意机关来讲的话 这真的不是全民之福耶 郭委员 没有他这次因为在立法院 他先砍了自己的补贴嘛 那后来他就打算要审视所有单位的补贴 不当的津贴 其实搞不好连考试院监察院都会被碰 逃不过 那其实我们在野党去审 行政机关本来就合情合理啦 因为蔡委员是执政党嘛 那他当然会护航啊 那我是觉得你既然可以砍立委 就应该也要砍行政机关 有啊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求总统砍国务区要费 他直接砍了四分之一 你看他只要一讲话都有效果 所以他还是要继续讲 他要继续讲 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教育部的部分 我是很同意 因为事实上私校的学费比较贵 对 而且学生事实上平均的经济的这个背景是比较差的 所以政府本来 而且他还政府还编一大堆预算给国立大学 所以本来他补贴只是说他的效果发挥在哪里 这个可以在决算里面去检讨啦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当立委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到最后都是统三啊 那统三其实那个结果可能更坏 所以我是觉得让大家先丢案子出来也好 因为其实还是会复委 然后到各个委员会并案嘛 但是总不能互相抄来抄去被抓包不好看 这个不是互相抄来抄去 是各自抄结果一样 这毫无意义嘛对不对 是这样砍来砍去乱砍一通毫无意义 提出的都一样 这个很丢烈的事耶 拜托拜托 对所以这个可可姐怎么看 其实真的难道这样随便乱砍预算一通 就是万灵单吗 好像不是嘛对我们来说 那其实乱砍一通又不是今年才这样 只不过是今年因为对预算这件事情 大家比较注意 如果你去批评立法委员说 你们那个互相抄来抄去 他的理由就是谁叫你给我们的研究费那么少呢 助理的钱又不够这个薪资筹了不够多啊 没办法请到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啊 换句话讲其实我觉得这是国会的文化生态最近几年以来的问题 其实在十几年前立法院里面很多这个 比较受到尊敬的立委 他们多半在预算上面都是很受到大家肯定的 那甚至于很多是民进党出身的这个 对于预算啊这个的损失啊 那跟他的处理啊是有有经验 甚至于被肯定的 每个委员会排名第一名都是这样的啊 对啦 那又又是那个武都能的评论 那又在立法院没有公信力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近几年大家并不用这个来 做民间并不用这个来评比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比较不注意 那今年的这种互相抄来抄去 据说有一天已经到几百个上千个提案的这种情况 就有点匪夷所思 那对实在是很可笑 那立法委员们你也不至于这些说忙 或是无知到这种程度嘛 有一种情况就是反正大家都一起这样乱搞啊 那就无所谓了 那可是接下来受害的会是谁 平常像我认为政府里面的预算 其实福报的 人家说25%我也真的是相信 可是你对不对 就是说各种奇怪的支出 那但是呢 他有一些补助啊 你我是劝立法委员你小心一点 你不小心一删 删到了什么营养午餐啦 删到了弱势团体啦 或是某一个偏远学校的东西的时候 你被一拿出来 以前郑云鹏就因为这样做了个广告 把那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给 国民党立委给打的这个清婚八宿的有没有 那时候郑云鹏是做这个 对也不能删孩子的营养午餐 对不对 所以立法委员你不要以为说你比这个提案的数字 你就将来就有业绩了 你一旦碰到这种这个神经敏感点 你就糟糕了 所以还是要用心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最大的问题还在于 就说他都是那个销归潮水 然后鹰雄苟且 他本身在拿出预算的时候 就已经是自己就先加码 大家都晓得嘛 因为知道要被删 自己就先灌水 然后又不谨慎 特别是马英九总统 他对公务员的公务机构 他一向要求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太严格 他有点袒护那个公务机构 你知道那些预算的问题 他好像从来也没希望大家严谨的检讨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问题还在于我们等一会儿要讨论的 就是说砍来砍去砍来砍去 砍得大家都那个血流沉住 有什么用啊 你一个国家要开源啊 没看到他们有任何 立法委员没有开源的建议主张 政府就等着被砍 砍到最后变废人了 老百姓是受苦的啊 玉可姐我补充一句话 因为马英九前四年 他的赤字预算是一兆三千亿 他已经跟我们民进党执政八年加起来 一样多了 增加负债的不是赤字啊 国家的负债 一兆三千亿嘛 那这个钱就是乱花嘛 那乱花当然就要重研审查 对我们绝对肯定就是要通盘改革 重研审查的这个利益是良好的啦 只是说就是 是不是有一些钱真的是 删得太乱七八糟了 就像刚刚每一位不管来宾讲到的 就是说其实看都没有 再看就在乱删一通 那就是郑大根英怎么看呢 就是除了这个节流之外 不是这样乱节一通啊 对我们来说开源 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刚这个郭教授说 举这个一兆三千多亿 那有的钱花在金厂门 花在资本门 那到底是怎样去算这些钱 恐怕更精细的要去做研讨 那我要讲说 现在我觉得社会有个氛围 一段一段的氛围不一样 现在你知道 现在的氛围叫做删了就是改革 删了就是改革 所以军工教删了1.5个月就是改革 所以改到最后的立委 就删了自己的八十几万就算改革 然后现在大家抢着改革 所以后来这个立法院的王金平 今年删了五千多项是不是 五千多案都是删减 以前只有三千多案 现在搞到五千多案 删什么不重要 删多少才重要 现在蔡政元错号叫蔡一山 蔡一山 这个名字好熟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如果按照这样的氛围走的话 我跟你讲 立委的用功是用功在数字上面 不会在内容上面 不会的 所以大家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删的 我并不认为删结就是所谓的改革 我从来不认为这样子 因为这个国家需要运作 需要一些经费下去运作 军公教人员整套福利制度 如果要改革 绝对不是从一个点开始 而是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 要去做整体的改革 这有两位立法院 一个前任一个现任 我们国家从八百年前开始讲 零基预算 到底现在做了没有 从来就没有零基预算 那到最后要预算执行到年中的时候 发现各部会都在花钱 为什么如果不花掉的话 各部这个立委就说 为什么执行运算不利 明年删 你就毁了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今年不一样 因为现在删 就是一种改革 所以大家 既然要删 就大家拼命删了 你删我删 教育运算全部删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一起删 我刚刚讲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私立学校的学生会比较穷 因为多可能是跟我们的教育制度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要不要做检讨 那我们的经费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教育要花很多钱 我觉得是赞成 但是花在哪里 你的教育制度有没有问题 这都我们不需要检讨 我们进行在钱上面下功夫 最后的结果就是删 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比删的 你删多少 我就删多少 然后大家就去 刚刚这个蔡伟 就是去抄那个东西 然后大家一起删 我就想起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个法官 偷懒上网去抄判决书 然后来不及撤 现在记两个小过 当然我真是开玩笑 我意思说 如果要立委们用功 请他们 请大家仔细睁大眼睛看 他们删了什么 留了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删了什么留什么非常重要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说 好既然你在钱上面下功夫 那你删出来的这一大堆钱 究竟到哪里 到谁的口袋里头了 到底为什么我们小市民 有真正受受益吗 或者是还反而深受其害 我们先来看看 准结的这些钱 究竟到哪里去了 也是为您整理的 从总统开始 就一路砍 砍下去下来 总统砍国务交费 1000万 再砍到行政院长陈冲 砍的是施政推展 联系费的预算 225万 武都也都砍了 从好市长5万 那么这个朱市长5万元 一直到这个台南市的政府议长 也删了这个特别费 大概有9万元 台中市长 市长胡市长这边说 如果议会不删预算 那他会自行捐出至少四分之一 好 那包括像台南市长呢 是否删减也尊重议会 好 那么在高雄市长 陈菊这部分呢 也是砍特别费5.6万元 好 那么监委这边的坐车 因为腐烂问题 砍公务车来太换 那么折合这样算下来 大概有1300多万 可以省下来 还有考试委员缩编吗 从19人缩减到7人 那么这样算下来 人事成本方面 也有省了3100多万元 好 零零总总 零零扣口这样加起来 也不少钱 那究竟这些钱呢 删删减当中 有没有到我们的荷包里 为什么我们这些小市民 到现在为止 大家觉得经济还是一样差 然后砍来砍去说要改革 但是我们依旧无感嘛 那到底是谁有感了 先说明一下 那个考试委员的人数减半 立法院最早的提案的人就是我 但是现在很多各个党派委员 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说明一下 我们砍这些费用啊 包括刚才你讲这些费用 叫做什么 交际公关费 在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底下 你政府首长就花这些交际公关费 实在是不太妥当 何况这些钱都是政府借来的 都是跟银行跟民间借来的 你把借来的钱拿去做交际公关费 在这个状况里面是非常不妥 所以能省则省 当省就该省 你已经当了这个市长的总统了 你公关队还需要那么多吗 这是值得检讨的 那现在三人就钱到那去 当然不是跑到北的地方去 跑到什么地方 就是降低政府的对外的负债跟借贷 就不要借那么多了 每毛钱都借来的 借来你去吃喝玩乐 这是说不过去的 再来我要说明一下 那时候马政府执政来 为什么会增加的政府的负债 多增加的一兆三千亿 在花钱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反对 这个钱是为什么借来 第一个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金融海啸的时候 借五千亿来推动公共建设 民进党没有反对 没有人反对 然后水患治理特别条例 都用在中南部的 借了三千亿 借了三千亿 他说水灾很严重 不是巴巴水灾吗 临时搞了个三千亿 就是要把这个水患 通通把以后 通通没有水患 好了三千亿 就八千亿了 还有发消费券 一发又借了八九百亿 所以光这个加钱都快一兆了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从2008年到现在 经济一直都不是 外在经济不好 不好的状况 就是税收减少了嘛 当然有一部分 马政府还该打屁股啦 莫名其妙去搞一些什么 有的没有 使得税收减少 也有这个份 税收减少了以后 短缺的部分 要不要去借钱 还是要去借钱 所以就说 你只批评他负债增加 那不懂了 如果去减少负债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 每一样事情 就监讨负债 那为什么要从 因为你要砍别人的钱 要来降低负债的时候 必须要先砍自己嘛 立法委要先砍 总统要先砍 对不对 你才能够尊解各地方 但是不要给老百姓 有错误的观念 说我砍这个预算 是要做别的用处 比如前面 马总统讲话 就讲错了嘛 他说砍退休金 公交人员的年终慰问金 省了多少钱 180亿 让他去干嘛 然后要去做什么东西 拜托总统 那个是不要再去借钱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假设说 我砍过正亮的年终慰问金 补贴给周一寇 那国正亮也都会翻脸的 一定会翻脸的 所以不能说 为什么我们小老百姓 不是 现在是整个国家的状况不好 那国家经济要起来 就要降低负债嘛 这一定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刚才有提到所谓的开源 的确啦 开源 你刚才好像有提到说什么立法委员 没有建议开源 我至少我有建议两个开源 只是总统还没有财纳而已 不是 我说桃园机场 旁边那么多的空地 要拿来做国际观光城 集中包括国际观光赌场 钱的投资都不用自己出 国际资金就会自己来 这个怎么办 主动创造投资 经济发开源的机会 不是什么改善投资环境 什么简化行政流程 等到人家上门 其实不是 你只要执照花下去 保证国际资金就蜂拥而来 一毛钱都我们都不用出 那总统说 这个有害社会风气 不过 有害社会风气的事情 谁干得最多呢 李明博 李明博最近不是跟日本搞不好呢 上个月李明博韩国总统 刚跟日本的SEGA 签了一个约3000亿 台币3000亿 投资赌场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 在仁川机场的旁边 第一个开源机会 第二个就是我那个计划 新松山机场 把跑道挪到三支外海去 建个机场快速捷运 就可以了 那个土地五十五万平 比新一计划去还大 拿出来做什么用 拿出来做国际购物广场 像那什么香港太古广场 自地广场 IFC这样子的 别让大陆或国外观光客来台湾 说你们没有什么好买的 你设下去国际 像台湾的什么 像上海的陆家嘴 香港的中华 你要把它盖上去 政府也不用出钱 但是至少会有四兆的收入 四兆多少钱 问各位报告 表示四十年不用说正守税 不用说正交税 你看那个数字就知道了 委员问你进度到哪里了 进度 总统说先沟通名利 要不然误会我们说政府在炒地 刚才我们会的时间 为什么马英九总统的政府 他财政上面是这么奇怪 就从马英九总统那一天 那个180亿委问金 所删下来的180亿 他去问人事行政处的那个 黄富元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不是要吐他操 我就想说一个总统 你怎么会因为预算的运用不属于他 还有这180亿 是你后面还有依照3000亿的负债 是要还钱的 那你都没有想到这个 第二180亿的支出的减少 其实就是你消费市场少了180亿 那你在经济成长就受影响啊 那总统都没有想到 怪不得我们的经济 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讲你说桃园 你不要讲说你你的那个伟大的计划 无法实现 桃园航空城请问你 现在那个土地的取得要到什么时候 2016年呢 那还是最快耶 然后据说桃园县政府告诉这个开发商是说 航空城如果要实现的话 要到2030年 那那个时候马总统 他在哪里呢 所以朱利文受不了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给我们那些开源的建议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全部都是那种连闻都闻不到的糖果嘛 那就自己在那边自己跟自己欢喜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你说立法委员不给你乱砍吗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执政当局 他自己的迫切性在哪里 然后他有没有什么胆势 每天都在沟通民意 然后不该沟通 不该那个太快速的时候要快速 比方卫文经 三天他就给他砍光光 像这样的执政的品质 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的确提到这个执政品质 也就是让小市民现在就觉得说最忧心忡忡的 接下来就是会把大家带往什么样的境地呢 包括了一路从这个军工教年终未问津 一直这样砍砍砍砍砍下来 那么究竟是实现了谁的公平正义 那么最后获利的是不是所谓的政客呢 事实上我们在之后还有引发了相关的连带讨论 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回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